各位觀眾啊 我是瑞萱 明天呢 還是一樣受到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要注意的地區就是在北部和東北部地區 都還是要注意會有短暫雨的情況出現 但是呢 因為明天水氣減少了 所以下雨的時間還有下雨的範圍 也都會在縮小一些 而至於在中南部地區的話 明天天氣還是非常的不錯 白天都是可以見得到陽光的好天氣 但是在南部的山區 午後都是要留意會有午後震雨的情況出現了 而現在呢 都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全台沿海的風浪也都會是比較大的 提醒如果要到海邊的朋友 可是要多加留意囉 那現在呢 這個泛四高颱風啊 它的路径會持續往北朝日本的方向移動 所以目前的路径來看的話 它並不會對於台灣造成任何的影響的 再來呢 就為大家整理了明天的降雨息率 明天呢 在北部地區 尤其是桃園 以北地區 雲量都會比較多 所以降雨機率大概在30%左右 而在東北部地區的話 因為位在東北季風的營風面 所以降雨機率也會有40% 而至於在花蓮還有台東地區的話 降雨機率都會來到30% 不過呢 在中南部地區 相對的天氣非常的不錯 所以降雨機率都是在0或是10而已 再來就要關心到未來一周的天氣變化了 未來一周在北部和東半部地區 都還是會持續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都還是要注意會有下雨的情況出現 而至於在中南部地區白天天氣都非常的好 都是可以見得到陽光的 那現在呢 像是溫度的部分 在北部和東半部地區高溫都是在27度左右 而至於在中南部地區的話就稍微溫暖一些 會來到29到30度 但是下一波東北季風會在星期五開始增強 所以到時候呢 在北部和東半部地區 溫度可能又要下降個1到2度了 那現在早晚的溫度都還是非常的涼 所以提醒大家 早晚出門一定要記得多加件衣服 再來關心到詳細的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溫度是20到27度 降雨機率是0到40% 中部地區溫度是21到29度 降雨機率是0 南部地區溫度是22到31度 降雨機率是0到20% 東部地區溫度是21到29度 降雨機率是30%到50% 而外島地區溫度是21到28度 降雨機率是0 再來就要提醒大家了 明天在迎風面的北部和東半部地區 都要注意會有短暫雨的情形 而在南部的山區 就是要留意會有午後的鎮雨 那現在受到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全台灣各地的沿海風浪都是比較大的 所以提醒大家都要多加留意 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氣預報